大家好,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娱乐新闻163的主持人。很高兴再次见到您。订阅频道,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这是今天的新闻。穿卫衣走机场,一个男友风,一个霸气十足。 王一博选择了一件flasher的一件连帽卫衣,非常的简约耐看。黑色渔夫帽配饰也很加分下身则穿了一条黑色工装裤,再搭配上他的滑板鞋,你的滑板男孩已上线。 粉丝的眼睛总是很尖的除了夸赞王一博的穿搭,还发现一个小小的苏点,王一博给他的卫衣抽绳的位置做了一点小文章,绑了一个超可爱的小蝴蝶结,这到底是什么宝藏男孩? 小编觉得总体来说是王一博赢了,工装裤对于男生穿搭来说简直是可以晋升按个等级的法宝了,特别是卫衣和工装裤的适配度为100%,说到王一博的卫衣穿搭,小编就不得不来安利一下了。 蜜瓜橙色和卫衣也是很搭,运动休闲的款式搭配上亮丽的橙色,你可以像王一博这般在里面叠穿上一件简约的白T,把那份少年的干净单纯感展露的淋漓尽致。 王一博身穿一件白色脸帽卫衣,十分清爽帅气,白色是十分清新淡雅的元素,给人一种十分干净清爽的感觉,脸帽的设计青春气息爆棚。 穿上白色卫衣的王一博真是活力满满呀,这一身造型是最简约的黑色卫衣搭配黑色工装裤现身,可一身全黑的武装,还是蛮不过女粉丝的火眼金睛。 也只能说哪怕是简约的黑色穿搭,也为王一博本身的魅力加分了不少,隐没在人群中也独得光辉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2 年车 3 年车 1 一 年车 1 年车 2 5 年车 2 4 年车 2 4 年车